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恐怖电影《鬼住宅》 故事开始 妻子怀孕后 男主俊逸带着怀孕的妻子小飞搬到了之前住过的别墅 之后两人在这里过着融洽的生活 然而这份和谐并不会长久 这天俊逸出门上班 留下小飞在家 俊逸是一名心理医生 即使妻子怀孕 他还是有工作要忙 不料一个人在家的小飞在洗澡时发现有奇怪的声响 他转头查看却什么也没有 然后回过头时正好错过镜子里闪过的人影 后来小飞在客厅里跟着电视做瑜伽时 再一次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于是小飞跟着声音的来源走上了楼进到了一个房间 在这里小飞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玩偶却自己从桌子上掉了下来 奇怪的事情还在继续 下楼后小飞又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个奇怪的男人正看着这边 不久俊逸下班回到家 看到小飞默默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然后俊逸询问发生了什么 小飞告诉他自己感觉家里有人 文言俊逸却认为是小飞怀孕后太敏感了 也就没有在意 这天半夜小飞从睡梦中醒来 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然后小飞再次起身查看 却发现房间的灯打不开 于是他摸黑去查看声音的来源 在途中他感觉到身后有个黑影 并且有一只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但是转过头却还是什么都没看到 终于来到了发出声音的房间 没有发现异常的小飞再次准备离开 突然床底下伸出了一只手 抓住了小飞的腿 小飞被惊醒 发现自己仍然在床上 看来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梦 然后惊魂未定的小飞起床在家中走动 偶然间他翻出了一张很旧的照片 让他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原来照片上是小时候的玩伴 回忆中唯一的这个男孩就是俊逸 而和他最要好的那个女孩却不是小飞 而小飞常常只是在远处看着他们 谁也没想到 如今和俊逸在一起的 却是当年最不起眼的小飞 第二天一早 俊逸带上相机出门摄影 不料俊逸刚走 之前出现在小飞面前的 那个奇怪的男人再次出现 而且他这一次手持镰刀 站在小飞的面前 然后受到惊吓的小飞就昏了过去 而另一边 在树林里 俊逸居然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女孩智希 但是他很快就不见了 俊逸在追赶中 失足摔下了一个坡 再次醒过来时 俊逸又看见了智希 赶忙追了过去 然而追过去没有看到智希 反而看到了一座石头砌尘的坟墓 俊逸接到了智希姐姐 石希的电话后 开车去接他 画面一转 俊逸回到家 却正好发现了昏倒在家门口的小飞 于是俊逸把他抱回了房间 测过体温后 发现小飞有些发烧 但是俊逸却还是以为 这是怀孕期间压力大 身体虚弱造成的 等小飞清醒后 小飞告诉了俊逸 那个奇怪男人出现的事情 文言俊逸表示 自己会去周围查看 让他好好的休息 又一天早上 吃早饭时 小飞又看到那个男人出现在了门外 听到小飞这么说 俊逸和石希追了出去 俊逸让石希留下 可是追出去一会儿 俊逸还是没有看见那个男人 而家中 小飞听到一个房间有怪声 于是又走过去查看 不料刚走进去 房门却自己关上了 怎么也打不开 这时房间内的传真机 不停地打出窒息的照片 因此吓坏了的小飞拼命地开门 好不容易把门打开 俊逸又站在门外 看着一脸惊恐的小飞 小飞再次回过头去看 发现曼蒂的照片不见了 接着两人回到了客厅 小飞冷静下来后 开始询问俊逸去追的那个人 俊逸告诉他 在树林里跟丢了 下次如果他再出现就报警 到了半夜 小飞被一个女人的声音吵醒 这个女人喊着俊逸的名字 于是小飞从门口 拿起根高尔夫球杆 出门找这个声音 结果附近没看到人 却在房子的旁边的花坛里 找到了一部手机 第二天早上 俊逸看到石希在帮忙铺床单 正好这时 小飞从门外走了进来 石希默默地走了出去 随后小飞告诉俊逸 自己感觉最近俊逸很奇怪 表示自己害怕俊逸会离开自己 门言俊逸并不承认自己 有什么奇怪的 反而认为是小飞太敏感了 后来俊逸正在上班 他的母亲找到他工作的地方 他提出要他们离开那栋房子 可以去月子中心 说那栋房子不行 并且他还说是为了他好 听了这话 俊逸很是不高兴 他扬言如果还想抱孙子 就不要再插手 晚上为这件事闷闷不乐的俊逸 开始戒酒消愁 事后醉醺醺的俊逸回到了家中 错把门口的石希当成了小飞 于是石希把俊逸扶回了自己的房间 两人在床上缠绵 突然俊逸清醒了过来 一把推开了面前的石希 但是石希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表示自己喜欢俊逸 见状俊逸赶忙起身 离开了这个房间 没想到身后突然传来了 窒息的声音 然后俊逸就像魔震了一般 走近跟前这个女人 嘴里念着窒息 就这样两人还是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另一边 小飞发现俊逸不在身边 起身在房子里寻找 最终他还是找到了这个房间 俊逸看到小飞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就在俊逸不停地跟小飞解释时 石希趁其不备将其打晕 然后他告诉俊逸 明天就告诉他 他出现了幻觉 就像之前一样 原来之前给小飞喝的安神药 其实是强烈的致幻剂 所以他才会产生那么多的幻觉 俊逸指责他做出这种事时 石希反说道 这件事俊逸明明很清楚 却在装糊涂 虽然俊逸很不情愿 但是为了大局考虑 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 小飞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到昨晚的房间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时俊逸从他的面前路过 问他在这里干什么 对话中俊逸一口咬定 昨天他们没有来过这里 虽然很无奈 但是小飞似乎也没有证据 表明昨晚发生的事情就是真的 随后小飞找到了之前剪到的手机 开始翻看了起来 不料这手机竟然是窒息的 之后小飞从手机里的视频了解到 在他出国的时间里 他们曾经是恋人 不仅如此 智希也曾经怀上过俊逸的孩子 了解到了这些后 小飞郑重的找到了俊逸谈话 质问他抛弃前任的事 闻言俊逸很是惊讶 没想到小飞居然知道这件事 然后俊逸激动的说 他没有抛弃 是智希自己消失的 说着小飞的情绪逐渐爆发 质问俊逸是不是为了等智希 才来到这个房子 俊逸有些不知所措 只是不断的否定 随后到了工作的医院 俊逸开始不自主的 回忆起了之前发生的事 在记忆中 那个小飞口中的奇怪男子 居然是俊逸的下人 一直看守着这个家 而且俊逸也是从他的口中得知 智希的死和俊逸的妈妈有关 而在家中 小飞的肚子开始痛了起来 石希听到叫声走到了房间 见状他压在小飞的身上 说是要给他接身 但是小飞看得出来 这显然是要害他 于是他拼命的挣扎着 情急之下 小飞拿起了一旁的台灯砸了过去 然后拖着这样的身子 没有跑多远就被追上 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再次醒过来时 小飞被绑住了伤手 一旁的石希拿着刀 他说这个房子的主人 一开始就是智希 连小飞肚子里的孩子 也应该是智希的 说着就要把刀刺下去 幸好小飞的右手 及时睁开了绳子抓住了刀 但是他却喊着老公 喊着让他清醒点 这时石希望着镜子里 映出的却是俊逸的样子 俊逸呼喊着 我会结束这一切 用力的把刀刺了下去 好在那个奇怪的男人 及时出现 打晕了俊逸 画面一转 在医院内 经过手术 小飞被告知 由于宫颈破裂 孩子没有保住 而另一边 在精神病院内 俊逸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他跟俊逸说 人是他妈妈杀的 他保护不了任何人 是他杀了智希 原来在五年前 趁俊逸不在家 俊逸的妈妈觉得智希 毁了俊逸的前途 因此根本不顾智希 已经有身孕 要把他赶出家门 没想到在推丧中 智希却意外地 从楼上坠落 不久后 智希就因为 精神问题自杀了 而俊逸在那之后 精神状况 就开始有一些问题 这次回到这所住宅 让他的精神更加错乱 而在故事中 和史希有关的发展 都是俊逸的想象 俊逸的妈妈 把这些告诉小飞后 小飞表示 这也不全是他的错 让他不要太多愧疚 但是俊逸的妈妈 不久后还是自杀了 而且选择了五年前 智希死时的 相同模式和地点 故事到此结束 整个故事不是很完整 有些部分没有交代清楚 有些地方衔接的 也不是很流畅 整体感觉 有点很国产的意思 当然喜欢的 还是可以自己去看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